各位朋友好,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爱护 让我在农历新年前的订阅人数终于超过一千 这真的是我新年的最大礼物 新的一年要探索新的事物 因此我今天来到了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 就是布鲁克林本身赫斯特 今天要逛的是沿着低车地铁线 从24大道至19大道间的86街 会来这里也是一位网友热心推荐的 感谢这位朋友 本区是一个住宅区 原是意大利居民区 但是在2000年代时发展成了各族裔的聚集地 此时因曼哈顿下沉的高档化 曼哈顿唐人街的福州人开始大部分流入 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八大道 而广东人则搬至本身赫斯特区和阳头湾区 近十年来 该地区已俨然形成了另一个唐人街 称为布鲁克林第二个唐人街 但是本区的华人社区却分散成三个部分 今天逛的是其中一个部分 这里华人开的商店也不是密集的 它是沿路分散跟阳人开的商店交错着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 好比是曼哈顿唐人街的前市 好比是曼哈顿唐人街的街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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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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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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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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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